除了介面电容之外 二极体里面它还有一个电容的成分 那这部分主要是当我们顺偏的时候 那如果是在顺偏的时候 我们讲过你会有过量的少数宅子注入到 中性区的地方 那这些过量少数宅子的分布 在这边会产生一个电荷 那这个电荷就是我们所谓的扩散电容的效应 这两边特别会有一些电荷过来 那相对的它的意义其实也就是怎样 当我要产生这么大的电流的时候 你必须先建立出这些电荷起来 我的电压也变的时候 你会需要把这些电荷量把它结立起来 那这些电荷量就是怎样 这里阴影的地方它的一个面积 好所以那个阴影地方那些面积 你把它算出来就会是等于多少 aq再乘以pn of xn-pn0再乘以hp 所以这个的话我们刚才讲过 它就是等效的一个扩散长度 那其实这个也就是刚才那个分布 你对x积分啊 就是你从xn把它积到无限大 得到的值就会是这个样子 好那在控罚区的边缘的地方 我们知道pn of xn 就是在控罚区的那个edge 那它是pn0 exponential v除以vt 就是它的量分是这样 那相对的jt 电动的电流密度会是qdp除以lppn0 expV除以vt减掉1 所以把这两个这个式子把它带进来 那在套用这个式子 我们可以得到 qp会是等于lp平方除以dp再乘以ip 这个电荷量会跟电流有关 比如电流越大 等下你需要储存的电荷就越大 那在这里lp平方除以dp 其实就是taup 那taup就是过量少数宅子 它的lab time 比如它的平均生活的生命期是多少 比如我注入进来 那它平均可以活多久 那这是它的lab time 好那用相同的方式 就是我们可以得到qn 会是taun再乘以in 就是跟这个类似 那taun一样 现在就是过量少数宅子 就是电子它的lab time 好那把这两个式子把它合并 我们可以得到q会是等于多少 那它会是taupip再加上taun 那这个我们可以仿照刚才电子电动个别的例子 那用q会是等于多少taut乘以i 以后你的头头的电流 i会是等于ip加in 那taup在这里就是它的min垂席 和dial 就是设计体它平均的一个传输时间 还是怎样转移时间 好那在顺便的时候 我们讲这扩散电流 对应到的这些电荷 那它所产生的扩散电容 可以定义成cd式的qdV 以后当我顺便电压改变的时候 那你需要建立的这个电荷的改变量 所以那会是等于taup 除以Vt再乘以i 那虽然在这里我们看到这里有两个成分 一个是taupip 一个是taunp 那一般在二极体里面 通常它会有一边的残杂能够比较高 以后 这两项的话通常会有一项是downnet 以后我如果IP比较大 那这一项会主导 那这一项主导的进行下你的 i大概就等于ip 那相对的你的taup 大概就等于taup 好那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扩散电容这个成分 相对的 相对的也就是你的电流如果越大 那你两边储存的电荷量就越多 所以这时候你的扩散电容的值就越大 那也因为你这两边会有过量的少数宅值储存 所以相对的二极体你由顺偏到达反偏 就是我要把二极体切掉 那需要把这些电容电荷量把它移除掉 它才会真的卸掉 顺偏的时候它会有过量少数宅值 注入这样的情形 那反偏的时候呢你的控罚区会变大 那这时候宅值的话在边远的地方其实是变成这个样子 就在边远的地方你的栽子几乎等于你 那离开控罚区的时候再慢慢回复到 热片时候的量 所以在这边你的由R电荷体导通 就是二极体导通到off 你需要把这些栽子移除掉它才会off 所以通常你移除这些栽子需要会有一些时间 那这些时间就会影响到你二极体切换的快卖 比如像我们技术课在做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你如果把它当成二极体来看的时候 有时候你如果是解剖 那本来应该是这样 但是实际上你这样这里会再往下 那主要就是因为它没有办法这样马上切掉 所以转偏的时候还会再导通一些再加这个截止掉 那这主要就是因为你有扩散电容的一个效应 好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 83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